音樂 很感謝佛教慰恩法師紀念中學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來到這裡搞這個活動 我覺得是很開心 因為學校能夠和我們一起推廣這些生命教育 我們除了可以推廣我們殯儀事業之外 最主要的是學校和我們都很努力地推行生命教育 其實我今年去構思職業講座的時候 怎樣去做一個禮儀師作為一個主題 所以我後來透過朋友的介紹 找了你們去學會去舉辦這個講座 我們去參加這些講座的時候 很多參加的朋友都會經常問我們 可否分享一些靈異事件 有沒有鬼的故事 但我作為一個講者 我經常都會跟他們說生命教育 怎樣去講珍惜生命和活在當下 會比我們去講鬼故事更加有意義 殯儀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很想試一下 所以就選了殯儀學會 讀了一個課程 為什麼我會選殯儀一行來做 因為我覺得可以幫到人有意義 而且老了都不會被社會廢棄 在這個課程中我學到殯儀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說只是棺材 還有做個儀式就那麼簡單 其實背後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功夫要做 清楚明白到原來這個殯儀 其實是很複雜的 還有一個專業的 其實我覺得殯儀業是一個很令人專業的一個行業 還有一個需要很大的勇氣的行業 因為始終要遇到一些已故的人士 還有要處理死者家屬的情緒 或者在客戶、服務處理他們之間問題的時候 需要很大的勇氣 或者溝通能力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難 還有或者未必是各個人接受到一個行業 其實未聽這個講座之前 我心目中的殯儀業 很多人很抗拒他這一回事 還有我認為他這個工作 可能只是處理遺體、舉殯 這些範圍沒有那麼大 其實我聽完這個講座之後 我覺得他的範圍比較大 還有比較豬滿 可能他會覆蓋你要安慰死者的家屬 一些心理的層面 這方面都會處理 其實未接受這個講座之前 可能我會想一些比較表面 可能只是會覺得 你們這些工作 可能幫師體化妝 或者將他們穿衣 整理好自己的身體 或者只是簡單地扮演一場喪禮 但是當我了解完這個講座之後 我就會覺得 其實有些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我在這裡 僅祝福各位同學 能夠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路 如果我忽然�를教人 你和他一般都給別人 就要這樣嗎 來吧 我們幾十分還是 你一般都給我 我們夢見 我們就一直龍 Take a look 我們再去